你有没有想过,如果你生活在古罗马时代,你的一天会是怎样的呢?也许你会在早上起床,吃一顿简单的早餐,然后去市场买些东西,或者去法庭打官司,或者去居场看戏。 但是,不管你做了什么,你一定会在下午或者傍晚的时候去一个地方,古罗马浴场。浴室是由古希腊人发明的,在由古罗马人发扬光大,并扩散到整个西方世界。 古罗马时期延续了古希腊的沐浴传统,但却将其发展成沐浴文化。 古罗马人不满足于简单的浴室,而是以大理师为材料建造了豪华无比的公公浴场,并形成了一套完善的沐浴体系。 据记载,公元四十级时,罗马城内竟然有九百多个公公浴场,数量之多令人惊叹。 这些浴场不仅规模宏大,设施齐全,而且装饰奢华,里面甚至还有售买零食、香水等商品的商店,同时配备图书馆、健身房和艺术画廊等娱乐设施。 古罗马浴场不仅仅是单纯的洗澡的地方,更成为社交和娱乐休闲的场所。 公公浴场大多都是权贵投资兴建的,他们为了提升自己的声望,讨好城中的老百姓,入场费一般是象征性的收益点,甚至是免费的。 不论贫富,只要是公民就可以去享受一番。 全市显赫的人虽然家里也有私人浴室,也经常会去公公浴场。 浴场不但重视本身的设施,连浴场周围的配套设施也考虑到了。 比如供水系统和公共厕所。 古罗马人对水的利用也是非常高明的。 他们建造了一套复杂而精密的水道系统,罗马城周围有许多类似高架桥的壮观建筑,这些其实是延伸到罗马城中的银水道。 11条银水道通向城中,他们将罗马城外干净的水源通过银水道内的牵制管道引入城中, 满足这个百万人口的大型城市每日的饮水、沐浴、清洁和城市灭火用水。 公公浴场一般都建在公共厕所旁边,浴场使用过的水变得污浊不堪。 古罗马人不会直接将这些污水排入污水管道中, 而是将其引入公共厕所的管道中,用作冲洗排泄物的水源。 这样充分利用水资源。 连污水的排放都考虑得这么周详。 古罗马人对沐浴的专业程度确实让人佩服。 他们系统化沐浴流程,配备了各种专业人员, 从按摩师到护肤专家等等, 为沐浴体验增添了许多额外的服务。 当然,这些优质的附加服务是需要额外付费的。 那么,古罗马人在浴场里都是怎么沐浴的呢? 他们一进入古罗马的公共浴场, 就可以选择在中庭做运动或者欣赏演出, 也可以选择在图书馆读书, 也可以选择品尝美食或者饮酒, 也可以选择在休息区闲聊或者玩牌。 当然,他们也可以直接去洗浴区域享受沐浴之旅。 浴场通常包括三个主要区域, 热水室、温水室和冷水室。 有些浴场还设有蒸汽房、 湿室蒸汽房和干室蒸汽房。 他们先到更衣室更衣, 把衣服放入有专门奴隶看守的储物柜里。 接着,他们会进入温水室, 在温暖湿润的空气中适应一下温度, 然后再进入热水室。 这里有热水浴池, 沐浴者可以在这里彻底地清洁身体。 热水浴结束后, 沐浴者会迅速跃进冷水浴池。 冰凉的水让身体瞬间感受到 振奋与充沛的能量。 全部完成后, 再次回到温水室。 整个过程中, 古罗马人可以享受各种服务和设施。 在温水室里, 涂抹香料和油膏, 让皮肤变得光滑柔软。 在热水室里, 接受专业的按摩和刮油, 取出多余的汗水和污垢, 在冷水室里游泳或者淋浴, 提神醒脑, 在蒸汽房里排毒养盐, 放松肌肉。 浴场是公民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 他们在那里不只是洗去污垢, 还享受着社交的乐趣。 男人们在那里交流思想, 谈论国家大事, 建立关系网, 以争取权利。 浴场的沐浴功能只是其次, 更重要的是, 它是政治活动的舞台。 他们光着身体, 在水中自由自在地聊着政治, 没有了武器的威胁, 在这样的轻松而愉快的氛围中 进行权力博弈, 也不会太过激烈。 公共浴场还是文化和艺术的殿堂。 许多浴场内设有图书室、 演讲厅、 剧场等, 让沐浴者可以读书、 学习、 观赏。 罗马人在浴场里也会听歌、 看戏、 玩耍等, 丰富自己的生活和知识。 最初, 古罗马公共浴场只对男性开放, 后来浴场取消了性别限制, 男女分开进入不同的区域。 再后来, 有一个叫尼璐的古罗马皇帝, 传说他为了讨好百姓, 允许男女婚育。 甚至有些浴场通宵开放, 对那些荷尔蒙分泌过于旺盛, 想寻找刺激的人们来说, 简直是天大的好消息。 你可以想象一下, 在烟雾缭绕的水汽中, 一阵阵的声音声传来, 浴场成了风月场所。 浴场不仅吸引了一些, 从事最古老行业的女人, 在那里寻找客人或者情人, 就连正当人家的女子也无所估计, 在陌生男人面前毫不遮掩地坦诚相见。 许多男女在热气室和浴池里亲热, 换气的情况也不少见。 古罗马人的欲望日益膨胀, 各种荒唐无耻的行为层出不穷, 即使法律有所禁止也无济于事。 比如, 虽然通奸是一种犯罪, 但是肉体交易却是合法的。 于是, 一些已婚女性就借此钻了空子, 她们自愿注册登记, 然后借口去公共浴场洗澡, 实则与情人优惠。 因此, 古罗马公共浴场成了偷情者的乐园。 公元两世纪, 男女婚育带来了许多负面影响。 首先是卫生问题, 公共浴场没有条件进行消毒, 容易传播传染病。 其次是道德问题, 公共浴场的男女婚育 容易引发一些不雅和不正当的行为。 这些行为不仅违反了罗马的法律和风俗, 也损害了罗马人民的尊严和品格。 古罗马皇帝哈德良因此下令禁止男女婚育。 罗马帝国后期, 政治、 经济和社会动荡, 随着罗马帝国的衰落, 许多城市面临着经济崩溃, 人口减少和贫困等问题, 公共设施的维护和运营都受到严重挑战。 这也导致了许多公共浴场逐渐被废弃和荒废。 政治动荡和社会不稳定也导致了对文化和娱乐活动的减少, 包括公共浴场的使用。 浴场文化也慢慢消失。 古罗马人对浴场有着特殊的情感和看法, 浴场对他们来说不仅是清洁身体的地方, 也是社交、 娱乐、 学习的地方。 这体现了罗马人的生活习惯和价值取向。 古罗马人对浴场的热爱可以从一句罗马谚语中看出, 我们的身体被浴池、 纯酒和美人所腐化。 但这些难道不也是生活的一部分吗? 今天视频就到这里, 如果你有什么想法, 欢迎在下方的评论区留言。